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部分会把饭店提供的盖洗用品带回家的原因 可能是基于省钱 或者是说留了之后呢 可能可以作为旅行用品组 所以你把它从饭店带回了家中 但是你可以去想想看说 如果你家里其实早就已经有梳子 有洗发机 木乳 牙刷 牙膏 甚至数量还不少的话 那其实为什么会需要再从饭店 把这些用品带回家 然后占据你宝贵的空间呢 我们会建议说呢 如果你出门去旅行 或者出国去旅行 就好好的去享受那趟旅行 然后待在饭店的美好时光 然后轻松的去玩 然后轻松的回家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拿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要必须要把这些备品放在浴室里 或是其他生活用品集中在一起 才会记得去使用 那如果你是希望以后规划 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 直接把它设置成一个旅行组 旅行区 并且把它跟心理箱放在一起 那这样它出门的时候才不会临时要找 有时候会找不到 OK 那像我们自己本身的话 我们是不会拿饭店的东西的 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非常好 非常满足 不太需要额外的物质 那极简课的幸福感呢 不来自于物质 而是来自于知足还有感恩 现在所拥有的 那没有更多的物品的话 你的生活其实一样可以很好 这就是less is more OK那这就是今天的挑战咯 那原则上如果从饭店带回来的 盥洗用品不多的话 其实你就是赶快把它集中到浴室 然后把它拆开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用的话 你在浴室会使用 就放在浴室 好好地把它给用掉这样子 OK 那如果你真的累积太多太多 可能用完的时候 自己家里买的可能又过期了 那这样可能就要取舍一下 是不是送给别人呢 还是说你要留下饭店 还是要留自己原本家里的备品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大概是2到3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整理吧 那我们做明天见咯 拜拜